那改哪些 如果test part 2裡面的資料 點test裡面是資料 如果它是 是不是數字的話特別注意 你可以用VBA,我們先把它控格 裡面的話有一個函數,VBA裡面有個函數 VBA點 那特別注意,如果你想知道VBA裡面有多少個函數的話 你可以先打個VBA點 點有沒有發現 它的所有函數都會列出來 那其中有一個判斷的話 就is 是不是 所以你會發現是不是的話 它的開頭一定是is 是不是 是不是什麼呢?是不是數字 這個是不是array,是不是政列 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錯誤 底下的話是不是數字的話就這個 is numeric 是否為數字 就這一個 VBA點 當然VBA點不打沒關係 然後你就把test part 2刮乎起來 意思就是說幫我判斷一下裡面的資料是不是一個數字 當然另外還有一點 可能同學說 老師這個is numeric 我不太懂 它是什麼意思 那有沒有一個說明讓我可以看到 很簡單 我簡單講 按什麼 f1 有沒有 應該有講過吧 f1 你優標放is numeric 它會跳什麼呢? 跳相關的說明 他跟你講 is numeric 這個函數呢 它會回傳 Booling Booling就是True跟False 只有True 是否 是不是數字 然後呢 它的語法相關的 底下有一些相關的範例 你大概就 略看略看 因為它其實寫的 不是很好理解 有沒有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刮虎之後 是我理論上應該怎麼 把它擋下來的情況是 它不是數字 所以不是數字的話 你可以有兩種表示方法 如果 is numeric 是不是 如果是的 我要把它擋下來 是等於什麼 等於 後面加一個False 等於False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數字 OK 這樣敘述 不過另外 跟各位講一下 另外一種敘述方位OK 不等於什麼 不等於True 跟等於False 也不一樣 一模一樣 OK 所以 我自己比較習慣的是不等於True 為什麼 因為我的口語表達是 不是數字 不是數字的話 這是不等於就不是 不是嘛 對不對 不是 數字 OK 如果等於True的話 是 那怎麼表現 是 否 不 就是不是數 反正 邏輯應該知道就可以了 OK 不是等於True OK 這樣也可以 那我做什麼Rent 我就顯示出來說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這樣反正這個只要看懂就可以 跳出一些訊息 阿拉伯 數字 OK這樣 然後驚嘆號 VB 看要是VB information還是VB critical Critical的話就是警告 XX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還要做什麼 就是 理論上應該要把裡面的資料刪掉 所以其實應該什麼 先把這個裡面的資料刪掉 所以TestBar2裡面的資料 點Test 等於什麼沒有資料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游標放在上面 並且離開 這個Sub OK 應該可以看同意思 然後 一樣的道理呢 把2做出來 然後3跟4 也把它做出來 所以可以複製貼貼就OK了 其他改 我這邊直接乾脆拿雲端來 來貼要比較快一點 因為時間的關係 把這邊 底下 這個清空 然後Set for 把3跟4 我用貼的好 Ctrl C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就Ctrl V 或者你可以拿上面來改 OK 那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 F OK OK然後Enter 如果輸入是AA 有沒有 這個是BB 這個是CC 當然這三個都不對 所以按新增 有沒有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就是 VB Critical 然後按確定之後應該什麼 把這個清空 然後呢 游標放上去 所以按確定 有沒有OK 然後這邊 那 這兩個都不對 所以他等一下 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一樣把這個清空 有沒有然後 然後油不要放上去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話呢 完全可以避免什麼 裡面的錯誤 清空 一定要對 你按新增